那这次队伍呢 就是在我们马来西亚 2001年全国赛 得到这个亚军的队伍 也就是这次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第二支代表队 在昨天嘛 他的出赛的表现是非常的好 而且占的是最高分的 所以我们看好他 我们看他今天会不会有压力 有没有在压力的影响下 如果是讲压力的话 我以我个人来推测跟分析 他不应该有压力的 因为在之前的两支马来西亚队伍 在目前的比赛里面 现在他排第九队 那么在之前的那几队里面 马来西亚队已经站了 在前面的分数了 对他来讲以为国争观这个字眼 他会轻松了一点 他现在的应该是为自己而争了 而且这支队伍也是我们上一届的亚军队 就是上最云顶的世界赛的亚军队 有时候你看四尾这样动 他能够把枕头是带活的 这个跳法又离其他的队伍有点不一样 刚才你看他过位是很过的 刚才你看他过位是很过的 谢谢大家 對它的鼓還有燈光的配合 這個是所謂那個布置的 這個也有佔分數嗎? 當然啦 是啊 現在這個也有照片 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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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队的那个装震的设计 就刚才和第一队的那个日本的队伍的设计 有点类似 但是在整个故事的那个表演里面 就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日本对着巷子是为了去寻找 寻找不到他的亲 然后倒回去另外的那个岔路去寻找 而得到他的亲 那么这套的表现就刚刚相反 他是先到岔路去寻找他的亲 找不到亲的时候才向他的直路去寻找 而且在表路手法玩法都有各有所长 好像这样子的编排 不同的编排 一个从岔路再到直路 一个从直路到岔路 他们有没有要表达出一些背后的什么讯息 也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这个是很可惜的 你看这整个是被这样露了出来 这个我相信呢 这个是无形中影响到他的形态分数 当然这个不是扣分 在平的那边可能会影响了他的分数 而且给我感觉这头是现在开始已经好像失去了那种战斗力这样 比较软弱 可以了 会不会跟他们排在后面出场有关系呢 那就要看他们个人的心理 每个人的不一样 那么可能有一些人就喜欢爬在后面 可能有一些人爬在后面会觉得是太时间太拖累的 对啊 以他的表现对上一阶的比赛来讲 那今天他会比较逊色的一些 他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动作 他的挂装跟其他的也是不一样 没有刚才这队的现在的这队的挂装跟刚才那队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你看这队刚才他来到直接就挂下去了 刚才那队是开了挂然后在底挂 址 好 好 有 所以现在看这对市的表演已经将近结束 那如果以昨天的比较呢 昨天会比今天来得好 在形态各方面的发挥都会好很多 但是在今天呢 它的那个难度上又比昨天增加了某些 但是很可惜之后就某一些地方加强 但是某一些地方又衰弱了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看它的分数 是不是能够胜于昨天的 我们看看今天的分数 9点13是保持和昨天一样